仁慈他仁 這個是屬於第二個福田 還有靜田 對人對事對物 恭敬 糟蹋 這個都是 種福田 我們 看到這個句子 凡事人皆虛愛 天同富地同在 有人就問 對於壞人及自私之利的人 還要保護他 那這樣會不會 天下大亂 有可能學生 我有這樣的思考 我們從事教學 可能我們敘述一段異理 要觀察學生的表情 比方說這一段道理講完 學生臉上的表情 透露出 學生臭不認從 不認從 這個時候應該怎麼樣 應該 了解一下他內心的想法 假如我們只是一位灌輸 沒有去 沒有去觀察到他的不認可 那可能 久而久之啊 他對老師的話都 聽不進去了 當然我們在 當然我們在引導這些觀念 也不是灌輸強壓給 學生 就像老婆上有一次在大學 在大學 講課 有一個 學生 當場提問 說讓我 去幫助 可憐這個 貧窮的人呢 這個我容易提起來 但是對於這個有錢的人呢 這種心我提不起來 結果老婆上說 有錢的人可能比沒錢的人更可憐 當然這是 學生有講出來 我們還要 能判斷的沒講出來 然後可以觀察到 他有不認同的地方 像師長就進一步給他開解了 你說貧窮的人 你看到他只是現在 有一頓沒一頓 他眼前 比較辛苦 可是 這個貧窮的人是一時 但是有錢的人 他假如不明理 他造下去的惡 都要到三惡道 報道 三惡道不好玩 黃令主老句是說 三途一度 五千劫 哎呀 我們 聽了這一句話 當我們在看到別人 作惡的時候 還生不生氣 作惡是要 到三惡道報道 下去不好上來 所以我們假如 愚租眾生 失落自己 見別人錯 不會生氣 不會對立 想方法 看能不能幫他 提醒到 幫助他改正過來 有緣就要勸 沒有緣 我們念佛給他回向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做好啊 正己 化人 我們做好 讓他認同 讓他感動 這個就有緣了 所以師長知道我們 對任何人 我們都 純是 愛護的心 這 老二上這一段 開始跟我們這個主題 很相應 凡是人 皆虛愛 那佛門 進一步延伸 不只是人要愛了 眾生 都要愛護 格言連弼 講了一段話 以父母之心 為心 天下 不有之兄弟 我們以父母的心 為自己的心呢 沒有不有愛的 兄弟姐妹了 兄弟姐妹一爭吵了 傷了父母的心了 父母最欣慰的呢 兄弟姐妹 何樂 他的子女啊 兄弟姐妹之間 何樂 因為父母大我們一輩啊 正常來講啊 比我們早 離開這個世間 他看到自己的兒女 有愛啊 特别安心了 所以弟子會說 兄道有地道工 兄弟木 孝在中 那一個家是 那一個家是這樣 一個團體也是這樣 我們同仁之間 大家互敬互愛 這個領導看了 最欣慰的了 學校當中也是一樣 師兄弟之間 師兄弟之間 同學之間 同學之間有愛 這個老師是 最歡喜的 所以這些義禮啊 小到 身心家庭 大道團體社會 禮都是相通的 那 以 祖宗之心為心 天下無不合之族人 諸位忍者有沒有 這個 記憶啊 比方說 你第一次遇到這個朋友 請問你貴姓啊 結果對方一說啊 跟你同性 當下你的感受怎麼樣 應該有點不同吧 同宗的 五百年前是一家 以祖宗之心為心 天下無不合之族人 那當然我們這個族呢 假如把它擴造到中華民族啊 那這個 叫 這個 對所有的人都要有愛 當然 除了中華民族以外 那我們的祖宗就是教我們要 愛人 凡事人皆需愛 甚至什麼 先人後起 所以真正受了我們老子中教誨啊 跟別的民族相處啊 一定沒問題 就像 成德現在在馬六甲 正和下西洋 每次都到馬六甲來 哇 你看好多正和庙 都過了六百多年了 為什麼那麼多人 想念他 他到的地方沒有欺負人啊 把我們懂得農耕 懂得生活記憶啊 奉獻給別人了 所以 幾千年文明 我們沒有發動戰爭的 愛好和平 的民主了 那 以我們中華民族來講 我們自己想一想 我們曾經讀過 哪些聖哲人的文章啊 有沒有讀過歐陽修的文章 讀到雙缸簽表 有沒有流眼淚 那你假如遇到 一個朋友姓歐陽 你有沒有馬上 這可能是歐陽修的後代 或者你遇到 對方說我姓孔 你馬上訴來請就來 我還是 我姓孟 就很不一樣了 所以 我們各個姓氏的祖先 心量都很大 德行啊 可以說都是 慎賢的境界 不然他後代不能傳那麼差 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啊 而我們受了 這麼多聖哲人的教誨啊 那我們怎麼報這個恩 啊 要對待他的子孫呢 啊 要很 愛護 哦 那這個 那這個他們祖先在天之靈啊 很欣慰啊 甚至會加持我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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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百家姓啊 啊 我們也稍微研究一下 啊 比方 遇到這個朋友姓陳 啊 哇 你是大順的後在 啊 啊 幫助他認主 歸宗 啊 他跟祖宗就接通了 啊 甚至於進一步去效法祂的祖宗啊 啊 那 你的護法神呢 就是很多姓氏的 老祖宗了 啊 你的護法的陣容非常堅強啊 哦 這個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啊 哦 那格言連璧第三句啊 啊 以 天下之心為心 啊 以天地之心為心啊 天下無不愛之明悟了 啊 人也好 萬物也好 都是天地無私深層的 不能 糟蹋 不然叫抱天天悟 啊 不能傷害 哦 所以老和尚常 都叫回我們 要心包叹虚啊 量舟 沙界 這個就是擴寬心量 像天地一樣寬 好 所以剛剛 啊 我們 提到 可能有學生 說了 這壞人跟自私的人也要保護嗎 也要愛護嗎 啊 其實壞人 大部分呢 是後天學壞的 啊 他做了壞事 危害大眾 當然 應該給予 適當的 處罰 好 但是你處罰 都跟他對立了 那這個壞人能轉好嗎 那壞人都不能轉好 這個社會能好嗎 而且我們看 盛哲仁 孔子的學生 高才 他雖然在審判一個犯罪的人 他沒有跟他對立 他還是仁慈對待他 想盡辦法 看能不能幫他 啊 減少 這個刑罰 他已經俊了力了 後來 罪太重了 這個罪犯呢 還是要被 膝蓋以下切掉 結果後來啊 衛國發生內亂 這個高才一看呢 會出事了 他就趕緊跑了 喔 挽回不了了 結果他要出城門了 城門已經 關了 結果有一個守衛啊 就是他判 把膝蓋骨切掉的 這一個 犯罪的人 他一看到他本來是有點緊張了 覺得對方會不會記恨於他 結果這個人幫他 就把高才 帶到一個 圍牆啊 有點 低的地方 你從這裡爬出去啊 就安全了 啊 結果這個高才啊說 君子不能爬牆 他又找了一個地方啊 這個城鄉底下有個洞啊 鑽鑽鑽可以出去啊 這個高才又說啊 這個高才又說啊 不違背老師教課 這個也不簡單啊 啊 所以我們學習有學道立權 學了 學了可以共學 在教室裡面 每一個學生都 聽了 他聽了之後啊 會不會去做 出了這個教室的門會不會做 可能就減少了 這個是世道 道就是去行 有去做了 有去做了 遇到挑戰 他不一定立得住 他可能就退縮了 未可以立 他可以屹立不搖啊 他不一定懂得通全答辨 所以學習的目標啊 是要通全答辨 會不會全變 那個真子行孝不會全變 被孔子罵 你看你 父親的棍子小小的 可以瘦啊 棍子太大了 趕快跑了 不然把你打死了怎麼辦 所以東方的學問是非常靈活 要學著 懂得全變 好 那這個高材啊 又不爬牆又不專動 這個人沒辦法了 就把他帶到一個房子裡躲起來了 後來解除危險了 高材啊就很好奇了 說我判了你的罪啊 執行了 這個罪罰 你怎麼還救我啊 這個罪犯說 我整個審判的過程 我能感覺到你盡心盡力在幫我 而當你 盡了力 還是要執行這個刑法的時候 我看到你的表情很難過 你看 你哪怕是處罰一個人 你的心 是發怒的 還是你的心呢 是 為了他好 當事人可以知道 好 就像父母 你是情緒發泄 還是打在 兒身 碰在良心 那孩子的感受是 差別很大 所以我們真心 哪怕對待犯錯的人 都可能觸動他的 善根 所以古人 說到了 這是在格言別路裡面 洪毅大師特別 從 蓮壁裡 拯選出來的句子 都很精辟 貴之 小人可使為君子 你讓他生 慚愧心 慢慢 他本善的心出來了 小人可使為君子 而這個 慚愧的 升起 不是你 呵斥出來的 是我們做到 讓他 自然升起來 基之 我們都很激烈 去 批判 君子可使為小人 這差別 很大 那個 那個 在 零七 零六零七年的時候 海南省監獄系統 傳統文化進監獄 都是犯罪的人 可是你真的用父母的心去對待他 這張廳長 我們對他非常敬佩 他整整大我二十四歲 今年都七十五了 他還為了 好多弘揚正法 甚至下一代教育 我看 比他退休前還滿 不過他身體很好 這個都是 浩然 正氣 他看的這個福興 出去又進來 他很不忍心 用親忍的心 把傳統文化引進 監獄系統 很多福興的人 尤其是受了 孝照的教育 覺得自己很對不起父母 慚愧心起來 他出了監獄 他會重新做人 假如我們沒有去愛護他們 教育他們 他不進則退 那這個惡人不就越來越惡了 社會怎麼會安定呢 所以我們要把監獄變成學校 有些服刑人員感動了 他說我出來 也要做 推廣傳統化的工作 所以 所以無料壽經說 眾生善根 不可思議 這句話 這句話 我們在面對我們的學生 甚至於有緣的人 我們都要相信 眾生善根 不可思議 哪怕 他的善根還沒起來 我們也要 抱著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 但恐 成心未至 我的真心還沒現前 成心還沒現前 不然 自成可以感動 可以感動他的 所以 犯罪的人 我們要怜悯 他也是因為控制不住自己 一絲糊塗 而且 你在觀察 萬法因緣生 他為什麼會犯錯 他沒有 很好的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你這麼一去觀察 你不只不會跟他對立 你會起憐憫心 所以 文昌帝君英志文有提到了 憫人之凶 容忍之過 憐憫這個犯錯的人 這樣 我們都有這樣的心 去幫助他們 就給他們改過自行的 機會了 那我相信沒有一個人 喜歡 喜歡犯錯 而讓 社會大眾 負起他 沒有人願意這樣 很可能是 他想 重回社會 因為 太多人 排斥他們 很可能他就繼續墮落了 也有一些 很好心的企業家 面對這些犯錯的人 盡力幫助他們 其實能幫助一個 犯錯的人回頭 這功德都 很大 功德無量 所以我們面對犯錯的人 我們一個父母的心情 何嘗 不願看到學壞的子女 附向正途 有一個老師 教學生 對這個學生快失去耐性了 突然起了一個念頭 假如這個學生是我的孩子 我會怎麼做 後來 他還是繼續很有耐心來 幫助這個學生 其實對我們 修學大乘佛法的人 尤其我們是 受持無量受精 無量受精的精體就教我們怎麼用心 清 清淨 平等 絕 這個是用真心的 清淨心是真心 平等心是真心 不能 這是我兒子 這個不是我 兒子了 不是我的孩子了 那就去分別了 我們看 我們看 老兒子上有說 周邦道 校長賢抗力 包含 老兒子上遇到的老師 他提到 這些老師對他們的影響 超過父母 哇 你看老師那種 平等慈悲的心 對學生的 感動自身 那個老兒子上都說了 救濟物品來了 學生先選完了 還有剩的 才給他的孩子 老兒子上這些教課 跟我們現在教學有沒有關係 很有關係 所以天下好比是我們的父母 我們也是天地養育的 天地好比是我們的父母 我們學天地的 博愛無私 然後也體會天下父母心 我們就會善待每個人 每個人都有父母 都有家人 我們傷害他 他全家人都難過了 關懷每一個大地子名 那這樣 天地間自然呈現 祥和的氣氛 好 那姓高者 名字高 人所重 非貌高 這個真有德行 才會讓當前跟後世的人 發自內心尊重 我們看 我們看 歷朝歷代 幾百個皇帝 我們記得多少 你看他們 地位很高 你看 長得也是 環有福報 但是假如 但是假如他 無德 那就被 歷史給遺忘掉了 但是孔子是 不一樣 但是他卻成為 萬事事表 這都是因為 有德行 好 好 那 財大者 妄自大 人所福 非言大 李白 李白有說過 天生我才 必有用 所以一個人都帶著 過去生的才能 當然 從教學的角度 天賦 我們能發現 每一個學生 帶來的天賦 那真的可以幫助 學生 成為某一個行業的人才 所謂 航航出 狀元 好 好 那 我們引導孩子 都有 服務他人的熱忱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他有這份心 那你要服務人 要有能力呀 那不管 先天的資質 聪明或者愚笨 只要盡力去學 鍛鍊 自己的才能 人一能知幾百知 能食能知幾千知 這個能力還是可以學的好 若要功夫生 鐵杵磨成 繡花針 當然假如我們老師 比方說書法很好 某些才法很好 學生看得很佩服啊 這個時候我們也懂得引導啊 都要下功夫的 比方說 這個 學生很崇拜 各行各業的 哪個佼佼者 我們也引導他們 都要下苦功的 這些才能 這些才能呢 都不是 三兩天就能培養成功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明望會大 明慧高 萬慧大 都不是 平白無故的 我們都能分析 他的原因 不然 現在 這個社會風紀 都是想一夜成名 一夜獲得利益 這樣的心態 很不妥當 這種觀念 就偏頗了 所以缺乏真才實學 那可能都只是 靠口才能言善道 但他沒有真的德行跟才能 他遲早要出問題 我們都要事實了 引導孩子正確的觀念 我記得我第一次 到大學演講 在北京 在北京 第一堂課下來 因為車子不能開鏡笑 我們就 走出來了 走到一半了 走到一半了 聽到後面有跑步的聲音 往我們這個方向跑過來了 停下腳步 回頭一看 回頭一看 有個男同學 追我們 我們 講個小小 講了個小時啊 講了那麼多 那麼多慎賢忍的故事呢 都沒有觸動他的心 他最在乎的是什麼 他最想追求的是什么 口才 所以我们现在孩子看事情 很可能都看得很表浅 很肤浅 这个都要靠我们营造 所以他只是 很会耍口才天花乱坠 可能遇到事就乱了方寸 纵使知名度很高 却时时露出破绽 损害民生 往往一夜之间 就成为人人 可能唾弃的 可能批评的人 这个我就不讲名字了 那也是名气 那大的都不得了了 但是没有实质的德行 只是口才好 书很畅销卖很多 结果后来 可能人家慢慢了解到 那实际的行为了 他甚至于在国际间 讲一堂课 费用好贵啊 最后到一所大学 人家把它轰下台来 所以这个 我们应该求的 长久的得到众人的幸福 这样唯有实至名归 才是对的了 但那个名 我们有求名之心 就不妥当了 应该 抛光养晦 厚积薄发 要好学 沉浅于各项 这个学问的才艺 积累够了 就像老儿上说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真的积累够 可以利人 你有这个悲愿很好 但是 就像老儿上说的 比喻 你想去下水救人 也要先学会游泳 我们有德 有才华 这个才能帮得上人的忙 而且 这样声望 自然不求而来 我们看到老儿上的进退 他发了愿要立众 发了愿要出家 也没有去攀源 是人家九次 请他老人家出家的 因为老儿上 也是 很相信 张家大师的指导 你去求人 人家不同意 你生烦恼 让人家来找你 所以逃离不语 下智晨曦 你有真正的德行 自然感召 因缘过来 在格言别路当中 有一段话 确实也值得我们 来 领会 这个句子讲到了 敦诗书 上气节 慎取语 景微矣 此习名也 爱习自己的名声 人史留名 当然这不是好名 我们留一个好名声 给子孙 甚至于我们是教学的人 留一个好名声 给我们的学生 也让他们怀念 甚至笑话 你看老儿上 利益苍生 利益五大作 这样的榜样 在我们所有地史心中 那也是一种鞭策的力量 就像我们信仰的学长 他们的堂号 叫四之堂 这个王密是他的学生 刚好这个杨正 经过王密管辖的地区 结果王密 当然他是拿自己的钱 要送给杨正 夜里送来的 结果杨正说 你是我推荐的 我知道你 你怎么不知道我 结果这个 王密说 现在晚上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知道 杨正说 这个天知神知 子知我知 怎么没人知呢 所以杨氏后面 称四之他 所以这些清官 他没有留财物给后再 他留了一个好名声 他的祖宗 非常的清廉 所以我们 跟后再子孙分不开 我们也跟祖先分不开 你看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 九祖升天 一人得到九祖升天 我们的子孙是阿维悦智菩萨的子孙 当然我们假如做得不好 我们的祖先也会遭殃 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编 里面有个公案 有个官员 打出家人 那个出家人是有德的 结果呢 他的父亲在阴间 就被阎罗王叫来 打屁股了 所以我们跟父母祖先 这个没有分开 这个叫连带责任 你看你交出了好儿子 居然干这种事情了 所以这都有因果的 所以这个世间我们要深信因果 在中庸里面讲的 父为士 子为大夫 父亲是一般读书人的 儿子当了大夫 葬以士 葬他的时候用读书人的葬礼 祭以大夫 每一年计是他用大夫礼祭 因为他帮这个世间培养了一个大夫 你看这个因果 很有味道 包含以前官员 升迁 你推药的人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 你既攻 你推荐的人 损害国家 你要降级 我们真的深信因果 我们谨慎 推荐人 我们谨慎教育好下一代 所以敦伦敬奋 一方他没有德 那很多人受伤害了 所以陈家的人最大的功德 把子女教好 范仲淹的母亲是学佛的 他以培养范仲淹 这一件事的功德 回向极乐世界 就很大了 这个功德就很大了 好 那我们看 这个句子 爱惜名声 其实就是重视培养自己的道德 敦似书 不学师无以言 你不会讲话 不是伤到人 这个上书 疏通知远 作为一个明理的人 你看上书教的 做善这样子摆想 做不善这样子摆秧 所以这个敦似书 我们也不能解成 就只读诗书就好 其实就是最重要的这些五经 十三经要学 孔子说不学礼 无以利 你不学礼 没有办法在人群立足 那当然要学 尤其李秉兰老师 教找常理主要 他老人家用心良苦编 李老说 学了常理主要 我们能不让人讨厌 所以假如不学了 那什么时候得罪人呢 自己不知道了 那怎么在人群里面立足呢 可能就 让人家很排斥的 好 这个培养自己的道德学问 上气节 就是很重视 自己的自弃节操 这个气节等于是做人的风骨 就像孟子说的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有气节 不会了 迷失了人生正确的方向 能够把握好自己 拒绝诱惑 这上气节 胜取语 这个凡取语 会分享 这个取语 取是收受 语是给语 这个都要慎重考虑 是不是符合道义 不符合道义 所以你取了或者给了都不恰当 君子有九师 见得失意 你要拿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都要符合道义 才行 不难了 不该取的一取 那有可能就身败名裂了 这个后悔就来不及了 那不只自己没有名声 可能还让父母家人蒙羞 所以古人这个习名是很很重要的 慎取语 谨微仪 这个微仪是我们仪容举止 举手投足 端庄稳重 待人接物 谨慎得体 这个都属于威仪 不然你做事荒僵走板 人家就摇头了 所以不可以轻浮出炉 你动作轻浮 我们当老师 动作不能轻浮 不然学生就很难生起尊重之心 有一个父亲 他就感叹 哎呀这个 我叫孩子写作业 他都不听 都不怕我 他这个语气 是道怨的语气 我们当老额上的弟子 不能抱怨 要提起他老人家教诲 行有不得 管求诸己 孩子不怕不听 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当父亲没有威仪 动不动就 讲一些开玩笑的话 做一些轻浮的动作 是我观察的 但是呢 已经过了四十岁了 这个不能讲了 但是啊 讲课的时候可以这样 因为没有针对人 他修养好 他就接受了 他修养不好 他不觉得我讲他就好了 这一点啊 我们有观察到老儿上 是这么做的 有同修啊 就说了 哎呀 老儿上都不讲人 其实他讲这句话 这就错了 第一个 他的语气 就不是很恭敬了 第二呢 他自己看错了 我们观察 你真肯学呀 老儿上你有问 老儿上必答 具体给你知道 但是他都觉得 这个 老儿上都不讲他了 是 我们自己啊 没有真正想请教 的态度 而且我们可能还要顾及面子 老人家当然不跟我们 结恶人 但他看到了 他要静一份心 在讲课的时候讲 有善根的人 只能听着听着 能够反观自己 就受用了 所以这个 警卫仪啊 还是很重要 能做到这个试点 德行就有了基础了 自然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 赞扬 实至名归了 这样才算是一个 爱惜名声的正人君子 接下来这一段 也很值得我们反观 静标榜 妖权贵 雾脚机 习义魔人 此事名也 这个静标榜 就是 自我炫耀 夸耀 自我标榜 那这个会增长人的傲慢 导致人追求 这个浮华 屈容 现在自我标榜的风气 很慎 而且有这个竞争的心 其实这个是好胜心 会跟人家争斗 其实这个名 没有什么好求的 你是求来的 我们的心态不对了 而且没有实至名归 我们还得择福报了 明义福也 明是福报 世间想圣明而实不服者 多有其惑 为什么有 很奇特的灾祸 因为福报想完了 古人说 入境人亡 福报想完了 命就没了 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 不愿意去 好名求名了 这个好名 假如我们警觉性不够 也会受社会风气的影响 比方说我们在 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这个浩米的心 不是学了之后都没了 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性 才能扶得住 没学以前的这些习惯 不然他一下会冒起来的 比方 为了这个名 然后就特别拍一些镜头 拍的时候 还得团体的人配合动作 这个就不真实 可是现在媒体这么发达 你一挂上去 LINE还是微信 啪啪啪一下传那么远 哇你一下想那么多名 可是你那都是装出来的 其实这个对团体的福报 损害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么做了 假如我们团体好名的人就越好名了 假如不好名的人 他不相应了 他就离开了 所以不能净标榜 邀权贵 邀是 这个 魔球 逢迎 哇 哪一个人在传统话很有名啊 哇 把他找过来 一下我这个地方就 名气就红起来了 这都是世界的习气啊 说实在的 你把那个有名的人过来 有名的人不一定有德啊 他出了情况啊 你也有连带影响啊 而且呢 我们是弘扬圣教 弘扬圣教是内学啊 我们要往内以修身为本啊 都向外去求 这个都已经不在道中了 物脚积 脚积就是 奇异偏积 违逆常情 我们也看到啊 那佛门 哇 这个标心利益啊 一下子新闻都爆他了 所以老上讲经的时候说 和尚 不作怪 信徒不来拜 那这个就是物脚积了 习魔能 魔能良可 这个就是呢 孔子所批评的相怨 他看起来 他看起来好像很忠性啊 对人很温和啊 可是大是大非面前呢 他都不站出来说话 他怕得罪人 那一般的人都看这个表面呢 哎呦这个人挺好啊 脾气挺好的 这个也是在 求名了 所以了凡事讯说 圣人领取狂倦 没有君子的 领取狂倦 狂者敬取 倦者有所不为 这种随波逐流的事 这种讨好人的事 他一定不干 所以这个习魔灵 你会让大众 是非善恶 混乱掉 好 那这些都属于 孤名掉欲了 没有真实的 德行学问 接着讲了 习名者 敬而修 爱习名声的人 在敬以修身 而且他与人无真 与事无求 自己好好修自己 而修 修是修养生习 因缘没有到 独善其身 他也是清静自在 世民者 造而卓 孤名 调狱的话 叫忙于 迎求 名利 患得 患失 德失一直在心中 这个心安定不下来 浮躁不安 人的心只要浮躁不安 他去应对 事情能应对好吗 不容易了 所以会 着于应付 所以他在求名 反而适得其反 所以 入身上名 莫不由此 这个毁入身家败坏名声 没有不是因为求取虚名 被离道义而来的 所以求名 是所以坏名 名其 可 施灾 求取名声 反而是 得的结果是败坏了名声 而且也丧失了自己的人格了 所以名望啊 哪里是强求得来的 所以 调盘这个 弟子规这两句啊 这个 名跟望啊 都是 修得行啊 然后提升自己的才能 自然感召来的 不是刻意去求来的 有刻意求的心呢 可能都会适得其反 好 这个是 这几句啊 给我们的 启示 好 那 这个犯爱重 是我们心中啊 常常有人我一体的观念 其实佛法难闻了 因为 佛法都讲 策法原底的道理 众生与我接一体啊 我讲出来了 我们 有这么好的原文佛法了 那假如我们不以这样的心境来处事啊 那等于是把这个文佛法的缘分就给 浪费掉了 糟蹋掉了 我们哪怕没有办法一下做到啊 我们一定往这个方向来 用心 来修正自己了 那我们首先要肯放下 滔滔的私心啊 来关怀大众 其实啊 私心啊 是搞轮回业了 我们既然已经明白了 轮回是苦难啊 三界通苦啊 那还用轮回心 造轮回业 那我们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所以看到放爱重 我们得 把私心放下 好好去做 好 那具体的做法 接下来的经文呢 也都是给我们指导 好 我们看下一段经文 极有能物自私 人所能 物亲子 物产妇 物娇品 物厌故 物喜心 好 自己有才能 不要自私自利 要肯为大众服务 谈到这里 就想到老阿尚说了 记得当时是听老阿尚讲 太上感应篇 讲到庸舍方数 比方说家里有 有一个 药方 真能帮助现在人治病的 你把它藏起来了 这个有罪过了 只要能利益人的 我们把它 收起来 藏起来 这个就有过失了 见义不为了 那假如 我们 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其实都带一点天分的 比方说你看 音乐 中正之乐 古情 这在 中华文化当中 是很重要的一环 你有这个才能 你会了 你不尽力去教人 这个就 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 就像老阿尚说的 你会的东西没有拿出来 这不走当了 老阿尚讲述说 毫无保留的 帮助他人 我们去体会体会老阿尚这句 毫无保留 那留一点好不好 留一点不就还有我吗 还有我不就要搞轮回了 六道轮回 是我直辩的 所以我们今天 有服务他人的机会 我们感谢这个机缘 能够让我把我直 越来越放下 而且还让我修了福报 我有时候也很羡慕 一些同学 那书法写得很好 应该都过去生 这方面的人力就很厉害了 所以大家身上有传统 很重要的能力 都一定要好好来承传 礼乐色欲输述 这些才能 也都要传下去 人所能勿轻止 别人有才能 不可以轻易批评 应该多加赞叹肯定 老上知道我们 水洗功德 那你的功德 就跟他一样 我有见过同修 专门修水洗赞叹法门 很会赞叹 但是我有跟他交流过 我说你赞叹有点太过了 人家才三分 你赞叹到八分了 这个赞叹也要防止 对方生傲慢心 你得赞叹恰当 赞叹的也不能忘了 同子说的 无知于人也 谁悔谁欲 论语当中 孔子说我对于他人 不会乱批评 也不会乱赞叹 假如我有赞叹的人 如有所欲者 其有所适宜 我有这个人赞叹的话 我一定是去试验了 去确定了 他确有这个德行 我才赞叹他 这很有造理 比方说今天你赞叹 这个团体 但你不清楚他实际的情况 结果你一赞叹 哇好多人进去了 结果不是这样 你坏了人家的缘分 假如人家是花了很大的劲 甚至于房子都卖了 迁去了 结果一看缘不是这样 那我们这个赞叹 可能就出现流弊问题了 所以好凶 也不能激动 要冷静 所以孔子这段话就很有道理 好 物产富 对富有的人态度 不惨媚求荣 物娇贫 对贫穷的人 不表现出骄傲自大的样子 物厌固 不厌恶 不怡气 亲戚 老朋友 物喜经 也不一味喜爱 心人 心朋友 我们 将这 四句 再进一步来看 极有能物自私 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的际遇 本来就 不同 假如我们处在良好的环境 学得许多才能 其可傲视一切 而自私之力 应该发挥 能积几积 能力几利的胸怀 其实我们这个 力重的心不强 假如又有才华的话 反而容易傲慢 那这个才华就变成我们堕落的缘 所以知智通鉴一开始就谈才德论 所以才要为德所用 德者才之率也 这个就很重要了 假如我们忽略了教育孩子 尤其是人德之心 服务人之心 那他有才华很难不 傲视一切 那假如我们是他的父母 老师 我们 培养了他的才能 很可能毁了他的人生 说不定 所以知所先后 折尽道 培养一个人 什么先 什么后 跟大家有交流过 古人教 教生活教育 首先就是服务人 撒少 黎明及其 撒少停止 要内外振洁 而且他在撒少 在服务务的过程 他有服务人的态度 他也在撒少当中 他在锻炼 自己做事的能力 他慢慢从做事当中 懂得做事要有先后 要有调理 要有步骤 他在做事当中 在锻炼 听说 听说好像手活动的多 小脑发展的会比较好 这个是有连带关系的 我们认识一个学生 他父母跟他也认同传统文化 花了几个月 很认真学传统文化 尤其 带他们的老师 很注重 服务他人 服务这个劳务 结果几个月之后 他本来 也不会接待人 也不会煮饭 这些都不会 解割一下来 训练出来了 后来回到学校 这个物理化学成绩 提升得很快 所以诸位忍者 这个做家务 跟物理化学 有没有关系 你看他做事 他会思考程序 逻辑这些 通的 全修在性 福劳物是修这颗星 这颗星 炼成 他会用在学习上面 用在物理化学上面 所以洒手 应对 进退 这个都是生活上的锻炼 都是培养他的责 那有这个 那有这个服务利人的心 那会主动帮助困难的同胞 就是极有能物自私 而我们真的去帮助苦难的同胞 那自己也会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和和谐 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 假如我们是为了炫耀才能 获得掌身 而塑造出的耀眼英雄 那真能减轻苦难者的创痛 所以 这个我们学的才能 不是去干井上添花的事 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那人所能勿轻止 这个太上感恩篇也说 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 见到人家有这个才能 就像自己有一样高兴 一个团体里面 你要重用的主管 一定要有这个特质 不然他寄贤度 这个是团体的灾祸 这个是大学里面讲的 若有一戒尘 断断兮无他记 他才能不是很高 但他很会欣赏别人 人之有记 若即有之 人之厌慎其心好之 就好像自己有一样高兴 不记得人家的德行跟才能 都能够加以赞美 本定 历史当中 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例 战国时候 李师做秦国的宰相 他有一个师兄弟韩非子 这是同门师兄弟 当时候秦王看到韩非子的说难 这篇文章非常欣赏 恨不得早日跟他相见 后来真的韩王派了韩非 出使秦国 秦王跟他一谈话 那更加欢喜的 这个李师自己知道自己才能 比不上韩非 怕韩非得宠 影响自己的前途 就故意诋毁韩非了 陷害他 让他入狱 而且假借秦王之命 把他给害死了 那韩非子在狱中 没有办法陈述冤情 王死在狱中 天道好玩 没过多久 这个李师就被造高诬陷 同样没有机会 胜冤 不止他遭殃 这个他祸及他的子孙 他的儿子也同样被腰斩 所以古人说敬贤受上赏 为团体国家推荐一个贤德的人 受到上天最好的赏识 这个历史是一面镜子 这个包俗亚推荐馆众 把朋友推到他上面去了 结果在史记当中有记载了 包俗亚的后代十几次都是大夫 所以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那个韩非子必贤蒙显露 他这个济贤度人 甚至陷害韩非这么有财能的人 结果他的灾祸 很快就到了 所以我们从历史 甚至从佛门的历史 老和尚曾经讲过 发起菩萨书甚至要经 那老人家讲这部经一定有他的良苦用心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 为什么要讲这一部呢 应该是老人家有观察到 在道场里有嫉妒的情况 这个造的罪业很重 这一部经就是提到一群比丘 听佛陀说法 听了就忘 非常苦恼 没有智慧了 他们就跑去要请教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又把他们带到佛陀面前 佛就讲出了 他们这一群人 在前世 看到两个出家人 法缘很殊胜 他们就毁谤 结果信众就失去信心了 断了这一方的法缘 结果这一群人 我当时听到这个公案 感受感受 你看那个批评 几秒钟的时间 换来的果报呢 在地狱 一千八百万年 地狱是度日如年 还那么长的时间 真正知道这个罪业 我们说阴小果大 这一句话出去阴很小 这个果报那么大 我们就慎重言行 更不会去诡谤嫉妒了 好 那物产妇 物娇品 这个骄傲 及惨媚 是不知不觉 就会染上的毛病 惨媚迎合 富有的人 虽获得他人的钱财好处 却失去了固有的志向 贬低了 人品 甚至惨媚他还 跟着他配合式讲 那有可能会 诅咒为虐 作奸犯科案 结下之后 无穷的冤业 这些烦恼 就以成德自己来讲 都能感觉到 与生俱来 这惨妇 比方说刚出社会 接触到这个公司 这个负责人 他一讲 我跟哪个立法院很熟啊 跟什么 谁谁谁 一听就 哇好厉害啊 很羡慕啊 就有那种要巴结的性 你看同学里面 这个 比较有钱的 一听 你知不知道他爸爸是谁啊 是谁啊 十大首富之一人 我真的有这样的同学 但是我是事后才知道了 已经毕业了 这佛菩萨加持 那我 我不要去惨妇 不过 我也很震惊啊 都没有让我发现 为什么呢 家教好 那么有钱呢 非常低调 所以 教富贵子孙呢 比教贫穷子孙还难 富容易骄傲 富容易奢侈 地位高了 容易骄傲 所以这些句子 都是指导我们 怎么爱护好自己 从心源隐微处 就要防止这些念头 还不能 这个 产妇交瓶 那也要 从小把 学生孩子 这个心态要 摆正 不是录了佛门 不会这么做 你比方说 这个大众 要捐款 哇 一看 这个捐款 不少 你看那个心念 就开始动了 就对这个捐 多一点的 特别好 特别关注 所以老外上说这个 入佛门 是让我们放下这些贪嗔之慢 不是换对象 你对于那个捐很多钱的人 你一心动了 有偏了 你真的会受到他的影响 把该去的目标 偏了 所以我们把握这些因缘 最重要是把握好自己的心 你收的款项 你收的款项再多 是要真干事 是要真成就事 所以这里提到 我们有这个 我们有这个惨媚迎合 真的会把我们的志向方向给影响 你比方说这个布施比较多钱的 他可能不知道我们的目标 他可能只想的比较短 那你又要迁就他 你这个高颖的目标 可能就达不成 所以以前护法 是红法退休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单单 护法工作 不能被有钱影响 也不能被有地位影响 我们都要很清楚 我们的方向目标 我们随时要有老和尚 给我们的指导 来做事情 这个红护正法的路上 也有很多境界 这个地质规也是在教我们 握好自己的心 好 以上 跟大家交流到此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